副市警長好 各位與會的貴賓 還有中大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我今天是代表管理學院 來跟各位簡介一下管理學院在 我們對於永續 還有去探的這一方面 我們的一些看法 我們的一些做法 各位會看到 我們下面特別提到的影響力管理 那是什麼意思 現在在所有企業的SDG report裡面 都要寫除了去探減探之外 大家因為剛才有很多議題大家看到 所以很多都會在report裡面寫 他做了多少善事 到底有沒有效 就是說我們有點像是在 教寒假作業 老師叫你寫功課 所以你就告訴他說我寒假很認真 有個同學還說我可能寒假認真到 我連押稅錢都忘了去理 到底有沒有效 那在學校的話就會用考試 可能就是我就考你數學 考你物理 考你國文 考你英文 看看你念書到底念了好不好 但是到了企業的report 我們怎麼去看他有沒有效 那所以這個呢 所謂的影響力管理是在討論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做了很多事之後 然後按照這個功課 如果能以為一個是郵寫的 那在當中沒有大學 而遇到討論是還可以 提供頂力管理的 比這裡的錢 這個想法 沒有的話 真的就好 我們是有四項亞洲第一 那第一個呢 是我們是亞洲唯一所 有兩位認證職業師的大學 這個認證職業師 就是他真的可以在財報上面簽名 就是企業的SDG report上簽名 中央大學是全亞洲有兩位的 認證職業師 那我們也是亞洲第一次幫英國 第一個在幫英國 辦這個社會大學 社會價值國際的世界年會 在中央大學辦的 另外呢我們也是 現在在台灣 幫忙培育這樣子的 分析師 分析師最多的一個大學 整個亞洲來算我們都是最多的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從2014年開始 就有尤魯斯中心 2018年就有公益傳播中心 這個也是亞洲唯一的大學 那再來呢 是在台灣 我們是真的在台灣 到目前為止 第一所大學 我們真的是把這個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這件事情 落實下去做產學計畫 那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的意思是 各位來自企業的先進都知道 Return on Investment 這指的就是 您的投資到底有沒有幫你賺錢回來 那Social Return指的是說 那您對社會做的善事 它是不是真的有幫社會 如果換算成錢 是不是真的因為您做的善事 那它也產生了錢 回饋給整個社會 不一定回饋到你的企業 但是回饋給整個社會了 有沒有產生相對應的價值 有時候不能用錢算 但是那相對應的價值 是不是有回到社會 所以你的投資是值得繼續投的 那這個叫做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那另外呢 我們也是台灣的唯一所大學呢 辦了兩次的亞太社創高峰會 那這個都是獲得行政院的支持 所以這個 唐政務委員會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我們也是台灣唯一所大學 是同時參加美國跟亞洲的 這個相關的這個社群 那另外呢 我們呢 是這本 這個全球很重要的一本 在談這個 Impact Accounting的書裡面 中央大學是唯一在裡面 有寫專章的一個大學 那最後一個談到 剛才談到去碳 在企業裡面要落實去碳這件事情 那當然就要去算碳 這碳要怎麼算 那其實裡面企業現在 普遍都會用這套諮詢系統 我想來自企業的先進都知道 叫ERP 那中央大學是全台灣 教ERP最悠久的歷史的大學 我們已經教二十多年了 那我們培育了全台灣最多的ERP相關的人才 所以我們也在這邊 等一下我們會有一點點的論述 好 那這個就是 剛才我們所談到的 所以這是唐春委員 那這是尤努斯博士 都會到中央大學來好幾次 好 那我們用了什麼樣的組織架構 在做這件事情呢 那這個 這個亞洲這個影響力中心 這是教育部的計畫 所以教育部每年會給我們400萬元 那我們還有自己 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的自己的自酬經費 所以現在在這個單位裡面 有三位博士後研究 那有兩位專業人員 那另外呢我們有中大的研究群 那現在呢我們也在籌組 這個國際的研究群 我們希望跟國際的 上面有相同興趣的教授們 可以去做這個研究 那另外呢我們兩個實驗室 那第一個實驗室 那第一個實驗室 是用Business Analytics的方式 我們去檢驗 現在企業在做Sustainability 我們認為它的效果是如何 那第二個是Salesforce 那Salesforce 那兩個施 paid 那我們可能是Business Analytics 我們來看看 它有一個封面的 如果是屬於Dicap 我們一定會因為 要做得到 你可以去做 我們可以去做 我們全部都在做 我們要去做 它就在這裡 但是我們可以去做 所以我都沒有去做 然後不是我們去做 你做一個中間的 然後是去做 人力資源會進來是因為現在很多的永續長其實都是人資長 過去檢任 所以我們是把這個也放進來 那我們也盡影響力的標準方法 然後科技與產業 然後永續與金融 那相對這個呢 我們就有課程 所以呢 在學校裡面其實我們這個已經是我們的一個學分學程 那如果學校後來將來有需要 這個學分學程的課很多 它很容易就可以轉成這個學位學程 它就可以去培育相關的人才 所以各位看到這裡面就有 已經有社會影響力的課有兩門必修 然後這個social investment 就有一門必修 那後面還有剛才我們講的各式各樣的這些專長 那裡面有很多其實不是管理學員的課 是學校裡面其他學員的課程 那最後呢 就談到剛才這個碳牌的議題 那我剛剛有談到要減碳 那這件事情怎麼落實到企業 我想對企業來講就是趨吉避凶 如果真的 真的要做這件事情就是 當我們把它變成是一個成本的時候 企業自然會去想辦法 但是怎麼樣把它算這個成本要算得清楚呢 那其實呢 各位都知道在企業裡面呢 我們會利用到能源是在什麼時候 是我們把它從原物料變成半成品 然後變成成品出售 所以這個製程的過程 製造的過程 你會不斷的耗用能源 那當然你就會不斷的產生相關的廢棄物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在製造的過程裡面去追蹤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應該可以把這個碳牌算清楚 也就是我每一個製造 每一個產品 我到底真的排出多少的碳 那這個有個專有名詞 叫做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這是有的 那這個呢 原則上是在ISO 14051 就在講這件事情 那所以這件事情已經有人在做了 那只是呢 在全台灣目前就我們所知呢 大家是用Excel表在算 不是真的把它落實到資訊系統 各位知道Excel表很容易出錯 那個進來的Data可能有錯 那個公式可能有錯 那所以我們的Proposal是 它應該跟ERP合在一起 好 那ERP合在一起怎麼做呢 ERP裡面呢 現在本來呢 就會有料工費 就在算成本的時候 當我們要 我們要去計算一個產品 那我們就會有它的原物料 我們有它的人工的成本 還有製造的成本 那現在呢 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第一個成品呢 變成要多追蹤一個叫副成品 就是做壞的 要報廢的 因為報廢也需要有成本 那另外呢 所有的產品呢 我們現在就是把能源萃取出來 本來能源是在製造裡面 但它現在需要特別被點出來 特別被點出來 特別被點出來 好 然後廢棄物處理的成本 也需要 需要做出來 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呢 其實 我們跟高明資訊合作 其實已經 有一個Prototyping出來 然後 我們希望是將來很快的 我們可以在 教學現場 就可以使用這樣子的軍事系統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的分享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 好 謝謝許燕獎的報告 好